由于疫情逐渐趋缓 民众对餐饮与旅宿的需求回谈 导致常年处于人力短缺困境的餐旅业 面临更严重的缺工潮 对此政府鼓励业者聘用中高龄及二度就业求职者 希望缓解缺工问题 其实中高龄他们有一个特质 其实他们蛮吃苦耐劳的 他们的缺点是他们的体力可能比较 没有办法久战或者说提重物 但是如果说他们能够去做的话 其实一般来讲他们配合度都蛮高的 行政院劳动部在14号公布 112年的人力需求调查结果 预计明年1月各行业的人力需求达4.9万人 其中比较109年至113年 第一季的人力需求净增减人数 看了月的需求为7248人 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疫情时期大家不太敢换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职务几乎都是满的 现在疫情结束了 开放观光之后 那以现有的人力其实是不够用的 我们必须要再增加人数 为了解决参旅月缺工情况 劳动部推出意后改善缺工扩大就业方案 针对中高龄者及二度就业妇女提供就业奖励金补助 若符合身份资格 全时工作者每月给予1万元 偏远及特定地区再加码3000元 而部分工时工作者每月则给予5000元 偏远及特定地区再加码1500元 期望吸引更多中高年龄二度就业者重回职场 参旅业偏属劳动性质行业 而年轻族群对此类消耗体力的工作就业倾向低 没有心血愿意投入 长久下来导致缺工问题 在急需人手的情况下 业者选择将聘用对象扩大至中高龄及二度就业者 一般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做 我们就只有请朋友帮忙这样子缺工 现在也是在找但是就是不好找 大家都嫌太辛苦 相较其他产业而言 参旅业针对求职人员的条件限制较少 对中高龄级二度就业者来说也较好上手 以前我都是做服务业 可是服务业就是没有根基在 参旅业对我原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你还活着就可以去做了 虽然政府针对参旅业寄出多项补助方案 但多数求职者对于投入参旅业的意愿低落 才是导致缺工的主因 如果状况迟迟无法舒缓 部分业者可能面临倒闭危机 政府与产业、劳工应该有更多的讨论 才能找到更适合的解决方案 记者杜宇璇孔德浩台北采访报导